我們前面把整個解數分裂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的前中後膜各期變化講完了 我們接下來呢拿兩個例子來套用 一個是精子的生成過程,另外一個是軟的生成過程 我們先拿精子為例,因為精子相對上比較單純 好,我們來囉,首先呢 一開始在稿案裡面有一群細胞叫做晶圓細胞 一定要知道,要形成精子,但是還蠻原始的細胞,叫晶圓細胞 它的染色體狀態跟體細胞一模一樣 所以我怎麼描述它的染色體狀態呢 我寫成2n等於46,瓜糊2a,合理吧 你一般正常體細胞是不是2n等於46 人類是雙套,兩套的,人類染色體共46條 然後你的質量我先當作2a吧 好,這叫做晶圓細胞 然後呢它經過S期的染色體複製 所以我們把染色體給大家畫一下 如果今天是長這樣子,好,染色體複製呢變這樣子 好,複製完之後呢 這個細胞叫做初級金母細胞 我都簡稱它叫粗母 晶圓變粗母 好,粗母的染色體它複製後了 但複製中心節又沒有可能複製啊 所以套數條數還是n等於46 但質量變重了,質量變成4a了 好,這次小一點,4a了 好,這叫初級金母 初級金母呢,在進行第一次減速分裂 或叫減速分裂第一階段 讓同源染色體分離 好,我畫一下 同源染色體分離 所以分離完之後呢,變這樣子 成對的染色體變成單一條,變1n了 好,所以結束之後變成次級金母細胞 好,那因為它經過第一次減速分裂 經歷了細胞值分裂 所以它的套數變1n,條數變23 質量從4a變成2a 好,以上就是次級金母細胞 次母 再經過第二次減速分裂之後 就會把姐妹染色分離分開 而變成一分體 好,那這時候叫精細胞 精細胞的染色體呢,還是1n等於23 但質量從2a變成1a了 好,這是經過第二次減速分裂 形成精細胞 各位有看到 為什麼從1n變232a 變成1n等於231a 要知道哦 因為第二次減速分裂 還發生了一個叫中因節斷裂 它1n會暫時變2n 然後又被拆成1n 所以它過程中有1n變2n再變1n的過程 好,就變成精細胞 精細胞還蠻大顆的 它要成熟成細胞值濃縮變小小的細胞 然後長出邊毛 這個過程叫成熟 成熟過程 細胞核內不會改變 所以你的染色體還是維持著1n等於23 瓜乎1a 好,所以這就是整個精子形成的過程 我們現在很快的 看著文字很快的帶過 晶圓細胞經染色體複製變初級積母 初級積母經過減速分裂1變成四級積母 四級積母經減速分裂2變成精細胞 精細胞成熟成精子 這一段話 我加入套數條數跟 跟染色體的 DNA含量 晶圓細胞 2n等於46 瓜乎2a 經過S期複製之後 還是維持2n等於46 但質量變4a 經過減速分裂第一階段 減一半變成1n等於23 瓜乎2a 然後經過第二日解讀分裂 解讀分裂第二階段 再減一半就變成1n等於23 質量從2a變成1a 然後這個1n等於23 瓜乎1a的精細胞 再成熟成精子 過程中你要知道 晶圓細胞 初級積母 次級積母 精細胞跟精子 這些細胞的變換過程中 各發生什麼事 那發生的事件過程中 染色體的套數條數與質量 各有什麼變化 其實跟前面的減速分裂的變化是一樣的 只是這邊加上細胞的名字 精圓細胞 經複製變初級精母 經減速分裂一變次級精母 基礎分裂二變經細胞 成熟後變精子 以上是精子的生成過程 那現在我的錄影要先關掉 我現在教各位 我們回家可以用一些方法練習精子的生成過程 叫做手指槽 如果利用手指的數目來模擬精子的生成過程 並且把這些精子的 精子相關細胞的名稱跟套數條數 把它熟悉起來 但這錄不到我們就不錄了